HELLO, 歡迎大家回到另一集的墨水筆小知識 今天筆者會和大家討論另一個玩墨水筆的玩家 可能久不久都會有疑問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用閃粉墨水的時候 有什麼要注意或留意的地方 首先和大家講一講,什麼為閃粉墨水 其實要留意什麼是閃粉墨水 大家就可以追溯墨水筆的歷史 其實在墨水筆真正出現之前 世界上的人怎樣寫一字呢? 主要是用我們俗稱的尖水筆、羽毛筆、玻璃筆等等 在那個時候,墨水的成份和組成 其實和現在市面上買得到的墨水是不同的 在那個年代大家用這些普通的筆寫的 例如鐵膽,一些特別的化學灰 令色深一點,留得更長一點 其中一種,雖然詳細的歷史不可考 但是已經流傳了很久了 就是閃粉墨水 閃粉墨水主要是說 它的墨水成份裏面 落了一些所謂是shimmering的粉狀的物質 就好像...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沒有做過一些爐作呢? 在畫面上拿一些像閃粉和珠片一樣 滲下去 而這些閃粉呢 會在墨水裏面 其實閃粉和墨水不會混得很近 所以閃粉和墨水通常 為了令到墨水和閃粉混在一起 會加一些少許化學的 潤滑劑,那些叫做... 而你寫字的時候 因為那一滴的墨水 其實裡面是把閃粉混在一起 所以你寫字出來的時候 點墨水 寫字出來的時候 那些字就會有閃粉 而有閃粉呢 在燈光下面照 就會閃下閃下的 有一個特殊的效果 那些字看出來 例如你寫賀卡 或者簽名 感覺上有趣一點 比較漂亮一點 那這一類呢 我們現在 即使是過了這麼久 大半個世紀 那依然呢 閃粉墨水都是一些 很流行的種類的墨水來的 那但是究竟閃粉墨水 是不是適合普通用在不同的墨水筆裡面呢? 是不是可以反而不是呢? 我隨便拿著一支 PILOT的METROPOLITAN 我就先進入閃粉墨水 然後我就拿來寫字 就可以隨便寫 其實事實上呢 又不是的 所以今集呢 一者就會跟大家去講一講 用閃粉墨水的注意事項 好了 事不宜遲 首先跟大家說了 想用閃粉墨水的時候 不論你是用什麼筆 用尖水筆 玻璃筆 還是墨水筆也好 第一件事 用之前呢 記得搖搖勻的瓶 正常來說呢 我們這個瓶帶到一會兒 其實如果大家回去底面 就會看到一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女士 有些有閃粉的指甲油 其實都是這樣的 其實閃粉呢 因為密度的關係 就會沉在底面 大家可以看到旁邊 現在呢 隨著液體浮一下浮一下 這樣掉進去 所以你用之前呢 確保你的墨水 是混了一些 金粉或閃粉進去 要先搖勻 搖勻 你喜歡轉啊 也可以 當你看到 沉在底的墨水 都已經混了進去 大家可能會留意到 剛才正紙的時候 整合黑心的啡色 現在混了一些金粉進去 就變成焦糖 橙黃色 好了 餓了它 當然了 在過程中 記得在關掉那個蓋子 先扭開它 扭開它 才進入墨水 就不要 閃粉墨 混在一起 直接對筆進去 吸墨 這樣就很大機會 你只吸了一些墨水 就沒有吸到已經沉在底的金粉 或者是一些 閃粉 所以這是第一點要注意的 第二點 這份墨水有一個特性 就是 或者大家都會聽過 就是這個塞筆 這個塞筆呢 其實一支墨水筆很簡單 我們會有一個筆尖 筆尖 筆尖 壓位 section 和後面吸墨的地方 好了 至正常來說 我們吸墨上來 其實墨水 度一些閃粉 假設它是吸一些閃粉的墨水 那些墨水是要經過壓位行的筆尖 走到來前面 在筆尖才會貼紙書寫的 所以 一來第一個問題 如果你的閃粉 吸了到這個吸墨器裏面 而你不是經常用 或者你可能已經攤平它 打上擺 它一兩天 其實那些閃粉也會 好像在一個瓶裏面 靜置在後面 所以你用的時候 可能要搖一下筆 用一些豬在中間 搖一下筆 令閃粉 混入墨水才用 那你才可以出到墨水 是有閃粉的 而第二件事也是 因為 其實閃粉的感覺上 大家可以當它是 嗯 混入一些沙石的水 而這些閃粉 當你長期不用 或者筆的氣密性 做得不好 它乾在筆尖的位置 在裡面的不洩度 其實它就會有機會 變成一塊 硬了的硬粒 嗯 這個比喻 比較不太好 但實在是一個很貼切的比喻 就好像 神結石一樣 或者尿道石一樣 膽石一樣 它會不會令你排不到尿呢 不會的 應該 很輕微的時候 但是有些東西阻礙了 令到不流暢 出麵不流暢 那些閃粉 可能一時有 一時沒有 那所以這一點 是需要注意 就是 當你如果入一支 筆是用入閃粉墨水的話 那支筆是必須要經常用 非常之用 就算你可能一天裡面 沒有東西做 都要寫一下它 動一下它 那確保裡面的閃粉和墨水 是仍然流動 而不要確保它 不要令它瘋了 那到時就很難處理 而塞筆的後果就是什麼呢 你支筆 寫不到字 入了閃粉墨水之後 所以這一點 是用閃粉墨水 亦都很需要注意的一個事項 那 塞筆方面 其實除了這件事之外 亦都有一個後遺症 就是有時候 大家可能一支筆 用完閃粉墨水 但是呢 你又不用筆 那你隔了一兩個月 鋪在這裡 那支筆基本上都沒有太多 通常是墨水或閃粉 已經會積住在你的筆裡面 舉個例子 我用三文堂的Eco來 可能已經會積住在這些位置 你要不斷找水沖 才可以弄走 甚至是有些嚴重的情況 就是 大家可能未必看到 大家看到 這個筆舌 因為用過 用過一隻有藍銀色的閃粉墨水 即使洗完之後 仍然是有些繩子黏在筆舌上 這些可能真的要用超聲波機震 洗出來 或者用洗筆水才能洗出來 如果你長期不洗的話 所以這個是一個 用閃粉墨水 尤其是用墨水筆的話 是需要很常注意的事項 就是洗筆 洗筆 洗筆 其實閃粉墨水的狀態 就好像一些所謂防水墨水一樣 配方成份 都跟一般普通的書寫的 鋼筆墨水 其實是化學成份有些不同 因為它要混入金粉 混入銀粉 令它們寫出來 都會有潤滑的感覺 所以這些附加的化學劑 本身閃粉的特質 都可能會黏著這支筆 影響到這支筆的運作 所以筆在這裡給大家一個貼士 如果你要用閃粉墨水 如果你還要用墨水筆的話 千萬不要入一些貴筆 即是你不會拿 就算是Pelican 質素比較好 你也不會拿進一支Monblanc 146 簡直是洗死你 也會有很大的風險 會弄壞你的筆 所以 盡量不要選這麼貴的筆 這個比較便宜的筆 第二件事 筆者可以建議大家的就是 回歸自然 什麼叫回歸自然呢 在墨水筆發明之前 全世界都是用尖水筆寫字的 所以用尖水筆 如果用閃粉墨水的話 而這個的確是一個很常用的配搭 坦白說 有多少人會 我假設你上學作Notes 你會用閃粉墨水作Notes 其實不會的 通常你用閃粉墨水 都可能是寫一些書法字 例如寫學卡等等 才會用 而去寫書法字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用尖水筆呢 尖水筆有一個好處 就是假設我用閃粉墨水 打開蓋子 假設我已經凹暈了 寫寫寫寫寫寫 寫完 我又可以再點 確保這些墨子拌勻 即是我的閃粉 會在這個 草墨的位置拌勻之餘 亦都可以確保你 洗的時候洗得比較乾淨 因為尖水筆始終是不尖 你可以拔出來 或者直接混水沖 沒有任何其他不洩的部分 不乾的位置 是可以受到 它瀝乾乾了 或者那些化合物質污染 所以呢 其實用閃粉墨水 不者 其實心得是 用尖水筆 就算你說 喂不是 我真的要寫notes 或者什麼 這樣 不要這麼懶惰 寫一兩隻字 點一次 寫一兩隻字 點一次 始終呢 因為入到 一支墨水筆裡面 那個塞筆的風險 是有相當的程度 而 亦都很難說 我入一支閃粉墨 進去一支墨水筆裡面 我是天天用 可能幾個小時就用得遲 一個星期會用得完 就算你一個星期用得完 你都要不停瘋狂洗筆 因為你入過閃粉墨水 於是這麼麻煩 為什麼不直接用 這個尖水筆 點點點 就算你髒了 乾乾乾的墨水 幾元一個的筆尖 丟掉去換另一個 這個方法 比較保險 比較穩妥 但當然 你用閃粉墨水 是一個個人的決定 你說 不是呀 我都不在乎 三文堂Eco 叫什麼蚊姐 隨便啦 又不是網斑 假設我很喜歡這支橙色的墨水 我經常都用的 當然可以是你個人的選擇 但筆者 建議大家用閃粉墨水的時候 最好用尖水筆 方便清洗 也都正如剛才所說 因為是閃粉墨水的關係 它的化學成分等等 都可能跟普通的一些 普通的鋼筆墨水有些不同 所以一定要記住 勤力些細筆 真的 幾天一個星期 是很小一次 因為 有時候一些膠的部件 騙位等等 很容易積聚了這些閃粉 也都很容易 那些墨水會乾乾 如果這支筆的器物性 不是做得非常好的話 所以大家記住 用閃粉墨水 有幾點要留意的 一 用之前 先拌勻 先拌勻 才好用 第二 勤勢筆 千萬不要 說 我上個墨 放在頭半個月 然後再用 有機會 已經塞住了筆 寫不到字了 第三 留意 就是你清洗的時間 或者你不會有其他替代的方法 例如是用玻璃筆 尖水筆 比較容易徹底清洗的 類似墨水筆種類的筆去書寫 方便你清洗 好了 今集其實 這個墨水筆小字式都比較簡單 但是簡單得來 我相信也是一個大家可能會關注 或是如常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要用閃粉墨水 要怎麼辦呢 希望這十多分鐘的短片 可以提供到有用的資訊給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一點 關於閃粉墨水的特性 以及使用的注意事項 好了 我們今集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